2024龙年的运势 属珠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嘉纯 今天请到人生后运规划师 徐正亮老师来为大家讲解 2024龙年的运势 大家好 我是徐正亮老师 那属珠的朋友们 在兔年就是 喜悠餐饭啦 有吉星也有雄星 但是到了我们 2024龙年 恭喜恭喜 吉星拱罩 凶星只有一个 我们先来盘点一下 吉星有红鸾 紫微隆德 太阳天喜 太阴已贵 凶星有 官符 官符呢就是诉讼啊 口舌是非特别多 那吉星呢 红鸾星 有桃花星之一 组长婚源喜庆 例如说你有稳定交往对象 你可能就想要结婚了 对 那已婚呢 就要防烂桃花 那你以为是好事吧 没有没有 你已婚如果 又有那个红鸾星洞 有可能是往外吵 而且有这个吉星这么多 就是 深色场所少去 是 对 好 那紫微隆德呢 是最大的吉星 就是 逢凶化吉 那太阳代表说 男性会很旺 那他也主管 官路 升迁 加薪 你可以适时的和你的老板 或是你的合伙人去争取 在围官方面 比如军公教人员 他也有这个升官的机会 然后太阴呢 是讲女生也很旺 那太阴还有管财博跟田宅 田宅 所以你的财运亨通 在不动产上关的投资 也会有很好的机会 对 那天喜是主喜庆 就是家里有喜庆之事 结婚生子都是啊 又或是你规划很久的事情 终于有一个很大的进展了 然后乙贵呢 就是说 如果你怀孕很有可能 就是升男丁 像这个属猪的 他有一个坏习惯 他的习惯就是 好管闲事 好管闲事 所以一般人家 急心很多都会带病符 对 但是他带官符 所以会口神是非吧 好管闲事 就这样 所以属猪的这一个观众朋友们 千万别人的事不是你的事 你少管 那我们来重点整理给属猪的朋友们 属猪的 譬如说他的太太 还是属猪的他的先生 都要特别注意 所以彼此间的朋友交往 状况 互相的这个注意 虽然急心这么多 但是呢 你一定要好好的规划 还有行动 不是说 我今天运很好 我就躺在那边 你就躺在那边 不行不行不行 你还是要付出你的努力的 对 那属猪的朋友们 如果想要获得 个人八字专属的流年 流日运势呢 可以咨询我们的LINEAPP 找老师预约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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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